好 那各位同學應該都 都有做出來 老師剛剛有看 不管形狀怎樣 屋頂是不是照老師的做法 也沒關係啦 自己高興就好 那老師之前講過 現在是attach的狀態 所以 老師現在目前的物件 實際上 我們之前講過 各位看看 我們是分成是幾個部分 但是是同一個物件 那有些同學不知道attach是什麼 回去趕快看上禮拜的影片 會有 因為老師現在這邊 各位看 除了燈光這個不算 燈光這個隱藏起來好了 這個東西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房子 其他都沒有特別的 那我現在是做成一個整體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了 我們丟了一個材質球給他 那這個材質球現在我這邊顯示比較多 這邊吼 再按滑鼠右鍵喔 跳不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跳不出來 有些同學打開之後會變這樣黑黑的 這個東西沒有關係 就是 你可以選任何一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 有很多原因吼 因為這原因有點複雜 老師會講的 其實是因為 老師剛開始做這個檔案的時候 實際上是有mental rate的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版本沒有mental rate 所以他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這個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設定材質球給他的時候 這個東西 本身我們是有設材質球啦 就是我們是有設 有貼圖的這個顏色 那我們現在因為 一開始講這個東西 我們先跟大家 用沒有貼圖的 材質球來做 那這地方是可以顯示 但是我 為什麼我的 好 這裡啊 按滑鼠右鍵之後 這邊有六層幾 多少層 幾層幾 你可以 根據這個大小顯示來做 不過這按滑鼠 不太好按喔 那我現在選定了一個材質球 那材質球本身有很多種材質球 就材質球的樣子或屬性 每個都不一樣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基本的東西以外 這邊旁邊有一個這個 除了這邊可以命名之外 另外旁邊有個叫Standard 這東西按下去之後會出現這個視窗 那如果以各位來講 現在如果你是ScanEye Render了 這講起來有點複雜 各位先不用記 沒關係 如果你叫出來之後這麼多這種東西 你要記得我們先使用的叫做Standard的材質球 這裡的材質球每個都不一樣 那我們ScanEye Render了的 有引擎 這是一個算圖引擎 那裡面用到我們現在是用Standard的材質球 那我們先用這個材質球來示範跟大家講 那會點下去之後會是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寫叫出來的東西沒有這樣的東西也沒關係 理論上 你點下去之後應該還是可以點選的到 那 現在這地方各位看到這邊有三角形就表示現在這個是有被使用被這個房子所使用 這邊是很清楚的看得到 好 因此呢 好 我們這個房子在這邊 那老師先跟各位講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說 假設 我們現在 上去的顏色各位設定這個顏色就是用數值來控制的 那假設我現在要做上去的顏色比較複雜 什麼叫做比較複雜 就是說 我上面要有一些磚瓦啦 或是牆壁的那些磚塊啦 或是有不同的樣子 圖案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沒辦法用這麼單純的數值顏色來控制 就沒辦法 所以呢 這邊我們要貼一張貼圖才行 我這邊設一個顏色喔跟大家解釋 好 那本來我有設顏色但是這個顏色沒有什麼用 為什麼 因為 房子不可能全部塗成這個顏色嘛 那我們房子有很多材質嘛 所以我們要貼圖 那我剛講貼圖就不是用數值來控制顏色 是用影像來控制顏色 意思就是說這張影像是要在photoshop裡面打開來的 的影像照片 那我們今天先解釋喔 先用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貼一張圖進來就可以 那貼圖的方法是這樣我們在diffuse這個地方 後面有個小方塊 這裡把它點下去 會出現這個介面 那這個介面有一大堆東西 這裡其實常用到的不多啦 那這邊最重要就是第一個叫bmap bmap指的就是這種像素檔案型態的東西 就是我們講photoshop打開的東西 那這裡點下去 點兩下 會出現這個介面 這邊請各位 我們隨便點個圖片就好 裡面應該有現成的 有我的照片 儲存圖片 帥 怎麼可能 沒有適合照片喔 真的假的 感謝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不行啦 那個是論文發表的證明 好 我找一下圖檔好了 真的都沒有喔 日清店會班總有了吧 啊 超大圖檔 喔這個就是了 喔喔有喔有喔 放上去啊 這都可以放上去 各位 這是 這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啊 電會班的喔 日清店會班 真的耶 好 日清店會班 好 我隨便點一個啦 就這個衣服的 反正就貼進來 好 貼進來之後 我先放大給各位看 這張圖案有在上面喔 各位這段要仔細聽好 不然你回家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好有圖案喔 好有圖案 那可是這圖案聽上去 老師這怎麼沒有圖案 什麼都沒有圖案 我們現在上面這房子有沒有圖案 沒有啊 老師 你胡我 對啊 老師胡你對不對 好 注意聽好喔 首先喔 沒有出現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顯示啊 沒有顯示的意思是什麼呢 沒有顯示的意思是 這張圖案已經貼上去了 只是他沒有出現 在這裡 那在哪裡出現呢 我們可以按一下查弧啦 按一下這個按鍵 喔 各位看 貼上去了喔 喔 有在喔 不是沒在 那老師為什麼這邊沒有出現 喔 這邊就各位要開啟他嘛 啊怎麼開啟呢 各位仔細聽好 因為這有點 這地方有點那個 在上面的選項有個叫views 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個選項 叫做viewport material 有沒有 show material in viewport 然後這邊我們要選擇 material Standard material withmap 不是without withmap 喔 這個第二個 按下去 就出現 有發現嗎 有發現喔 就出現 好 那這時候出現的時候老師 你會覺得老師為什麼出現這樣怪怪的 就是這樣怪怪 就一閃一閃 對 為什麼會這樣 意思就是說我這張圖案貼上去的時候 他會怎麼貼上這個物件身上 因為這是物件360度的嘛 那他會怎麼貼上 很抱歉喔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指定任何方法給他 所以軟體是照自己的意思貼上去的 開心的喔 喔 一閃一閃是不是 好 接住不了 沒有 啊 還在閃嗎 再切一次喔 再切一次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有嗎 有吧齁 好 那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貼上去的 我跟各位講齁 這東西 是照軟體自己的意思貼的嗎 譬如說我隨便丟一個茶壺好了 然後我把這個材質球 我們剛剛有貼出來的 再丟給他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我發現齁 每一個都會不一樣喔 任何東西都可以貼 我們還要找一個 天天圈 豆腐子 這裡 丟上去喔 你看 不一樣喔 很奇怪齁 對啊 齁 這邊跟大家講的就是 因為這個顏色是靠一張貼圖 所以這張貼圖呢 就好像我們包那個保鮮膜一樣齁 你到底是怎麼包上去的 在3D裡面 這個概念 我們現在沒有設定給他 所以他會自己亂包 有聽懂嗎 有聽懂喔 好 那我們怎麼知道他亂包呢 注意聽好喔 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齁 老師先改一下這個 老師先 你看每個都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記得 如果我們要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亂包的原因呢 我們看一下 在Modify視窗 齁 假設你是房子就是房子 物件就物件 老師先點選茶壺 然後這下方找一樣東西 叫做 叫做 UV MAP On Web先不要啦 UVMAP這個 UVW MAP 這個功能 先叫出來 好 啊之後你會發現 欸 叫出來之後有改變 有發現嗎 有喔 那請各位 我們就要揭開他神秘的面紗 什麼意思呢 老師先選擇Isolation 好 我們先單獨看這個 這個選項下方 我們下方這裡 各位看 有一個這個東西 有跳掉了 可以嗎 可以喔 這地方下方這裡有一個 視窗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Mapping Mapping 指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他切換 他 怎麼貼上去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在這邊控制 但這邊只有幾樣控制的方法 比如老師請您解釋一下 第一個叫Planer就是平面貼圖 平面貼圖的意思就是把這張圖案就真的找一個軸向貼上去 下面呢這邊有 控制 控制 控制XYZ的方法 譬如說Y軸 Z軸 有沒有 變了有沒有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槽是圓的 所以我們就不能用 Planer的貼圖 因為他只有平行 所以我們以槽這個形狀理論上要貼什麼 要貼Celinder 知道嗎 喔 那我們可以讓他fit的上去啊 這邊有個叫fit 我可以讓他fit的上去 你就會看他好像有貼的比較好 但是 鬍身的OK啊 但是 上面這裡 跟鬍嘴就亂貼了嗎 對就怪怪的 喔 對 對沒錯 就不行啊 所以說基本上不管用球體 或是synning的或球體貼的方式 都不能符合我的造型嘛 所以各位發現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我在貼圖的時候要貼到精確的位置 要貼到我想要的大小 這件事情有很容易嗎 沒有很容易喔 喔 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這個你貼上去之後會產生很奇怪 貼圖狀態的原因 喔跟各位同學解釋是解釋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這個正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是完全不能用這個功能的 啊最後老師把這個講完喔 我把它delete了掉 喔那他又回到原來的樣子 喔又回到原來的樣子 那我們真正要看的其實是這個叫做 unwap uvw 是這個 功能 然後呢我們點下去喔 這邊有open uv 好各位看到 我看到這樣的東西 好各位看到 我現在圖案在這裡 喔那這些方塊是什麼這些方塊就是這個物件身上的面對 就是這個查物身上的面 所以當我移動這些方塊的時候 我的圖案會變喔 喔 所以接下來大家都知道為什麼要這個 當我要貼到我精確的位置上 我要貼到精確的大小我們就要靠這個 uvw edit這個東西來做編輯 大家有這個概念就好這個今天我們先講到這個概念下禮拜 老師在講我們怎麼編輯這個東西 好那就先講到這邊大家先試試看貼一張圖上去 好增加一下這個unwap uvw 來試一下